多南水泥厂拆除18楼高的水泥塔 造成了严重的公安事故 害得清明廉价旅客塞爆高铁站 而这倒塌的瞬间画面也曝了光 澎雾塔当时是往反方向倒塌 压垮了台电高压电塔 而就在倒塌之前 吊车人员察觉不对劲 跳车逃命 其他人见状也纷纷往室内躲避 几秒钟之后 现场就弥漫了粉尘 宛如是一片废墟 吊车铁球像砍树一样 不断撞向水泥塔 不料下一秒整栋水泥塔 毫无预警突然往下塌陷 水泥塔摇摇欲坠 下方的吊车司机健壮 惊慌逃离 跳下车时更是差点跌倒 逃得紧急 因为在晚个几秒钟恐怕小命不保 换个角度看 其他在地面的工作人员 看见水泥塔倒塌 也忍不住 惊恐大叫 处理了水泥塔整栋倒塌 压垮了一旁的高压电塔 电缆琵琶作响 瞬间粉尘四散 现场宛如 一片废墟 而事发在高雄南子区的东南水泥内 一号下午18层楼高的喷雾塔 正在进行拆除工程 不料厂商便于行事 原定往前方倒塌的水泥塔 最后却往后倾倒 压垮了高压电塔 更是害惨了双铁交通 高雄东南水泥场 因为拆除高塔倒塌 导致了高铁台南左营间被迫 因此停驶长达七个小时 影响了11.4万名旅客 在今天土木济师公会 连同公务局道场勘验 初步原因查出来了 疑似是因为 水泥场跟承包商 为了要省时间 并没有依照拆除计划来执行 才会导致高塔 并没有按照预定方向倒塌 压倒了电塔 也造成台电输电线路断线 而现在不只将依照 公共危险罪嫌 将相关的四人送办 高铁台铁也要求赔偿 高雄市府更重罚业者 607万元 水泥场才因为拆除高塔工程 发生公安意外 一早现场又出现 熊熊火光 让人不免担心是厂商 想要灭证 原来是因为怪手漏油 不慎引燃火光 虚惊一场 但廉价前一天 高塔倒塌意外 压毁高压电塔 造成高铁无法行事 可就酿成大祸了 现在初步原因也出炉 施工计划书是由上而下 就分段是一层一层 慢慢的去用 不过现场我们看到 并不是用这个工法 去做一个施工 土木济师现场勘验后 研判发现原来是承包商 没有按照拆除计划执行 照理说一般拆除工程 要先去除塔中生料 但厂商为了省时省钱 略过流程 当下高塔又只用一条缆绳线系 没有导向预计位置 才会酿火 这个案例就是很明确的显示 没有按照规范去执行 去做施工 的确便宜行事 这是最主要 为了贪图一时便利 造成公安意外 影响社会大众 不只受灾户高铁台铁要求长 其中环保局将开出 最高罚还500万 高雄市府各处市也将开罚 加一加共607万的罚还 全案将依公共危险罪送办 要东南水泥厂连同承包商 为了贪图一时方便 造成公安意外 影响社会大众 不只受灾户高铁台铁要求长 高雄市府各处市也开出最高罚还 要东南水泥厂连同承包商 为这次意外负起责任 记者陈碑纯张重敏 高雄采访报导 东南水泥救厂拆除工程 发生了严重公安意外 现在就被起底了 酿货的包商才在去年11月底 拆除作业时 造成了喷雾塔倒塌 当时怪手驾驶遭埋枉死 一度被勒令停工 没想到复工之后 再度发生了意外 还压垮了电塔 导致高铁输运大乱 东南水泥厂董事长 陈敏段为此出面 短短一分钟 他两度鞠躬之前 造成了搭乘返乡理科的不便 本公司深感12万分的签例 脸色凝重 深夜召开记者会 东南水泥董事长陈敏段 率领主管 鞠躬致歉 本公司会督促承包厂商 共同努力情意来配合 在事件各会 社会大众致歉 短短一分钟 两度90度鞠躬 一旁深蓝色上衣的 就是这次出包的承包商 公司主管 才在去年拆除作业中 酿出死亡公安意外 这回又出事 去年11月30号 拆除过程 旁边盆屋塔倒塌 造成怪手驾驶 遭活埋亡死 劳工局勒令停工 没想到相关检讨后 提复工计划 又有高塔倒了 这次波及双铁 遭痛打乱 高塔倒下瞬间 扬起尘土 造成空污包商先吃500万罚单 东南水泥在地老字号 过去曾发生工人 进行水泥槽清洁时 不胜被埋 惊险抢救后脱困 也曾在两年内 被抓到环境污染21次 引来周边居民失声抗议 如今短短半年 拆除旧厂工程 连两次倒塌意外 再度被关注 跟公司演绎 那到底要扶起多大的责任 还有一些社会责任 工程委外 包商难辞其咎 也损及东南水泥形象 记者综合报道 东南水泥这次施工不当 造成了高铁电力中断 长达7个小时 一共影响了79班次 11.4万人 交通部长王国才在今天 特别对外道歉 也将对东南水泥求偿 而这整起事件 不仅造成了旅客在清明廉价 行程受到延误 更引发了台铁工会 员工的不满 痛皮为了高铁抢修的需要 使得台铁也被迫断电停止 一个人站在排队尾端 告诉我们说 自由车的尾端在哪里 然后最后这个尾端在哪里 就怕行程延误 旅客焦急心情全写在脸上 更怒骂自己就像颗皮球 被踢来踢去 蛮混乱的 因为我们从对面被赶过来 被赶到那边 然后又被赶过来 直及事故当下 自由坐的等待人潮 更几乎看不到镜头 1号下午3点多 当时东南选泥施工不当 严重影响高铁双向运转 到了下午5点多 高铁在左营还有台南站 派了165辆接驳车 熟运旅客 晚间8点51分 台铁也加入熟运高铁旅客的行列 直到晚间10点40分 高铁终于完成抢修 提早恢复双向通车 许多旅客提着大包小包 直到凌晨才陆陆续续 走出高铁站 大家神情难掩疲惫 事故就发生在 清明廉价属运前一刻 长达7个小时受阻 统计造成79个班次 11点4万名旅客受到影响 交通部长王国财也对外道歉 昨天影响大概六七个小时 那我首先对这件事情 让我们第一天要缓家的民众 在车站造成的不便 我这边表示非常的抱歉 我会以他这个疏失 我也请高铁跟台铁 现在已经这个在研究 要跟他求场 既然对左营到台南运转中断事件 高铁表示会全面提供台南到左营间的延迟退票服务 造成旅客延无何不便 深感抱歉 后续也会延引要如何求偿 记者这么懂 观众